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至于这个恋人是否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年轻人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可是年轻人的思想进步 不代表老一辈跟得上这种新潮的思想 很多老年人要是知道女性在结婚之前 就已经不是黄花闺女 那么这位女性就会被麻布检点 但是老一辈们对男性的格外宽容 他们认为男性在这方面 根本不需要遵守任何教条和规矩 现如今 我国仍然有许多人对女性格外的严格 对女性在性质方面的态度更为严格 其中包括老一辈人 甚至还有大部分男性 因为思想上的进步和国家的开放程度 我们无法认为他们是错误的 只能说他们在思想方面 仍然有很多需要开放的地方 张雪是一位酒吧调酒师 也正是调酒师这份工作 让她遇到了她的初恋陈光耀 陈光耀是一名作家 在恋爱方面有着天生的浪漫 所以张雪很快就被她所吸引 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两人在一起的恋爱也十分自由 各自忙各自的工作 想对方的时候就住到一起 两人谈了大约两年的恋爱 同居将近一年的时间 却迟迟没有走入婚姻的殿堂 因为陈光耀的父母不同意两人结婚 张雪和陈光耀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 陈光耀家世代书香门帝 而张雪的父母只是农村武功的农民 也正是因为父母的阻挠 两人也被仙尸打败了 很快宣布分手 张雪那时候浑浑恶恶 整天无所事事 不知人生的意义所在 父母看到女儿这样痛苦 加上26岁的年纪也不小了 于是便开始帮她寻找相亲对象 恰好李扬的父母也正在召集儿子的婚事 于是双方的父母便逼着两个人前去相亲 当时的张雪没有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在和李扬攀谈的过程当中 她感受到了李扬的热情和淳朴 更准确地说是李扬身上的某些特质 让她觉得非常的难得 李扬因为工作关系也没有接触过很多女性 所以便一眼看中了张雪的气质 两人一来二去 渐渐熟了起来 双方的父母也因此来往越来越密切 因为李扬在城里有一套父母付款买的房子 加上李扬的母亲又从亲戚那儿借了八万块钱 当作彩礼钱 所以张雪的母亲便正式统一了这门婚事 半个月之后 两个人就进入了胡音的殿堂 本以为生活就这么幸福快乐地过下去 可没有想到新婚第二天 因为婆婆的阻挠 让两家人不欢而散 新婚夜的晚上 张雪和李扬早早就进入了东房 第二天早上 两人刚刚起床 李扬的母亲便偷偷摸摸地进了两人的房间 她像古时候的那些婆婆一样 四处在床上找落红 这是女子是否为处女的象征 可是她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这让她有些生气 紧接着她便把自己的儿子 拉到房间 问自己儿子关于这些事情的详细情况 李扬也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儿子 什么事都告诉自己的母亲 她便一五一十地把昨天的情况告诉了母亲 婆婆这才知道 原来张雪早就不是文化大闺女了 得知真相的婆婆变得非常愤怒 直接拉着正在洗漱的张雪走进了房间 张雪看到婆婆这么生气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 吓得不敢说话 最终在婆婆的相告下 她才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婆婆是嫌弃她不是一个黄花的闺女 可是张雪根本就没把婆婆 对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当回事 因为她觉得大家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了 对于这种事情司空见惯 况且自己的丈夫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多大的排斥 谁曾想婆婆看到张雪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更加生气 直接说张雪是个骗婚的女人 甚至还说张雪一家人都是骗子 此时的张雪哪受得了 张雪生气地说道 说我可以 干嘛要把我的父母也带进来 于是张雪和婆婆大吵了一架 站在一旁的李洋 更不知该帮谁 只能沉默地把两人拉开 还没等到张雪从愤怒当中走出来 婆婆便禁止拉着张雪和自己的儿子李洋下了楼 然后让李洋快速开车去丈母娘家 婆婆一到丈母娘家便止不住怒气 让张雪的母亲把八万块钱踩里退回来 甚至指着张雪的母亲大骂 生出这样的女儿简直不知羞耻 还好是生在现在 要是在以前早就被抓来进猪笼了 现在我把你那不要念的女儿还给你 你把那八万块钱还回来 张雪的母亲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虽然她也不知道女儿的真实情况 但是李洋的母亲也不能说她不知羞耻 两人接着便打了起来 最后两家人闹得不欢而散 而张雪和李洋最终也离了婚 很多老一辈的人 被陈旧的观念和习俗装满了一生 所以想让她改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老一辈人往往都是从苦难当中打拼过来的 他们见过人多钱少的时候 所以钱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那是他们从苦难当中活下来的救命稻草 这也是为什么老一辈人固执的原因 在他们眼里 娶儿媳妇就想交易和买卖 用八万块钱娶一个不是黄花闺女的女人 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老一辈人不会考虑人权自由女性平等 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这些平等 她也从没有见过这些平等 可是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而言 生活的世界实在太美好了 所以年轻人认为这些美好本该属于自己 年轻人享受着人权自由女性平等 性开放等各种美好而自由的平等 所以这些平等成了年轻人生活的极点 一旦有人把这些权利从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剥离 年轻人也会像老一辈那样站出来阻止 所谓一个年代培养着一群人 不同的时代造就着不同的人 而这些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不同的时代 所给彼此造成的代沟 正是因为如此 年轻人才更要正确地引导老一辈人 接受新思想 定期那些不健康的陋戏和封建迷信 毕竟如今的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 而老一辈的时代已经过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下一期视频的部分